上学期间呢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可圈可点 不像那些学霸们 有的天生记忆超长 下功夫的话 其实也下了 每天 完整作业 然后 大概要到十点 十一点钟 都困得不行了 上中学的时候老师 已经是 把高考 认为是人生的一个 转折点 可以这么讲 但如果是自古 上经赶考 四书五经 把古文这些 考得对人生 为人处事 多少还有很大的作用 虽然是照本宣科 但是 比起现在这么多风科 你工作以后实际上用的 生活用的没有 几乎 很少 所以这些时光 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很多都没有用 那当然 还有很多 人像我一样 比较早开化的 但是你开化的太早了 因为这个社会的主流 它是认这个文凭学历 所以有了这个敲门砖以后 其实就是敲门砖 他事后甚至 即使是学了这个专业 从事这个行业 也不一定能用的多少 都是从头再来的 工作 因为理论跟实践 它有一些就有用了 你像中医 你那个时候都不懂 你硬背 比别的学科都要长 好像七一也是 要学五年 吃的苦也多 你吃后 再返处 有些东西还能记得 趁年轻记性好 才有一些用 很多都没有 再加上我从小 上学早一点 鸽子又小 家庭又不宁 心绪的变化 加上后期 那就说那段中学网恋吗 所以 才导致 慢慢的 也没有考好 那个时候 就是到了上大学 我们才真正的感觉到 放飞自我 那几年时光 是非常快乐的 因为终于远离了这个父母 严格的管教 其实他们学习都挺好 所以这一点 我自认为继承的还是比较好 只不过我把经历用的 就课外的一些读物 他们是完全为了应试 为了国家认可稳定工作 公务员事业单位 为了钱 为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 就 他们认为学习好 鼓吹的那个时候就好 老师说好 他们就好 是这样一种情况 刚才上大学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选了一个广告 甚至全国筛选这个专业 之后想想 如果当时 按照现在我们这个路来说 其实内心本在 真正喜欢的 学一些哲学 宗教 神学 汉语言文学这些 都还比较好 他那个时候领悟的比较慢 然后全国选 这个专业 就考到了一个私立学校 那也是考上的 不是够了 只不过教的学位 确实比别的多 但是 那几年 还是 稍微可以说到 说到 留在下节课 快乐的大学时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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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